他小儿子就跟他三个人坐在一起谈 我小叔子呢 他说我教他老婆怎么怎么样 对付老公 对付婆婆 我老公也在身边 刚我老公打电话骂我 他认为相信他弟弟的 我说没说 我就叫他老婆 叫我小叔子就过来 刚刚我就也是轻言续语地说 我听说你说了 我那不好这不好 教你什么 教你对付婆婆 对付老公 你可以说出来 我不记得了 我是怎么说的 小叔子的老婆就说说说说 没说应该十句话都没说 给我一个耳光 当时我坐在那时站在我面前 我反都没反应过 我不知道他会动手 我就联盟站起来 我小叔子就联盟拦住他老婆 他老婆好冲 他很胖的 我打他不赢 我就赶我弟弟走 跟我滚出去 赶我小叔子 他跟我赢跟我滚出去 再说我打死打你相信不了 他这样的话他说的时候 当时很伤心 我老公没出一句声 没发一句话 这是我老公 还有我婆婆也在那里 他也让他两夫妻自由发飞 是这样的 当时情况根据情况也不一样 他们俩打起来有突然的 可能我弟弟 我不是当时我认为是他动手气的 因为我只看他打他一下 看我老婆打我弟弟行过一下 我弟弟叫我托 我妈也叫我托 不托是吧 我当时我就认住了一下 没几下 他可能就 我妈就用那个摆棍砸自己头 那我就托他去了 他们托起来可能就是 我在他面前没有说 小媳妇没有道理 当时他可能有一点 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的话说了 小媳妇就 打死小媳妇打起来 我又拉不动 我又走不动 我能走得动 当时就打不起来 对于小臣被打这件事 婆婆鲁女士多少有些自责 可是作为丈夫的小熊的表现 却多少让我们感到意外 她竟然没有表现出 一丝一毫的疼惜 虽然她陈述的缘由 能让人理解 但这似乎也不能成为 弟弟弟媳 敢于直接对嫂子动手的理由 难道这其中 还有其他的隐情吗 要除名翻身 ỏ Table 你